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拼不拼不拼不拼 大家一起玩拼不 歡迎收看 拼不拼不 大家好,我是檸檬哥哥 大家好,我是優哥姐姐 大家好,我是雨昕 大家好,我是曼星 我們今天要做的拼不作品 是可以讓你的娃娃睡在裡面的 娃娃免費 需要什麼材料呢?一起來看看吧! 今天要來做布偶棉被 需要的材料有 各種布料、針、線以及棉花 今天我們要做的就是 娃娃棉被 那第一個步驟是什麼呢? 第一個步驟非常簡單 我們要準備一張紙板 這個是要做我們棉被床單的部分 長 32公分 寬 13公分的紙板 那它是一個長方形 在一個你自己喜歡的布上面 描繪出來 那一定要記得要留縫份 棉被一樣 你可以挑四個你自己喜歡的 花布的圖案或顏色 因為我們這個是13公分 所以這個寬就是6.5 那長是10公分 我們一樣把它 在你自己喜歡的花布上面 把它描下來 一樣要預留縫份的地方 大家不要忘記喔 布都畫好了的話 再把它剪下來 就可以獲得像這個樣子 那現在我們要兩片兩片布的縫起來 那怎麼縫呢? 我們先縫下面這一個部分 好 面對面 疊起來 我們要縫這裡 這一條線 那這時候我們線的顏色 就沒有關係 因為到時候我們攤開來的時候 它是藏在裡面的 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因為剛剛我們在畫的時候 已經有做記號了 有預留縫份了 所以這時候非常的方便 我們只需要沿著這個線縫一條就可以了 慢慢的利用平真縫的方式 保持這樣子的做法 我們就可以獲得像這樣子 已經縫好的 那這時候我們要比較注意的是 我們縫份的導向 所以我們翻到背後去看一下 好 這是我們的縫份對不對 對 那我們讓它導在同一邊 這樣到時候縫出來我們的棉被 會比較好看 那再利用我們的指甲幫忙壓一下 好 那小朋友也趕快把自己的棉被 兩片兩片地縫起來 沒問題 那有人記得剛剛優格姐姐說 我們縫的方式是利用什麼縫嗎 平真 那記得縫好那條線之後呢 要把它攤開來 翻到背面看看我們的縫份導向 讓它們導在同一邊 好 現在我們呢 兩片的棉被都已經合在起來對不對 嗯 現在兩個兩個合在一起 我們要把它們四個直接合體 這樣子的方式 把它們縫在一起 那一樣呢 我們剛剛都有注意到 縫份導向對不對 那確定兩邊都是導同一邊的 都沒有問題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用你的夾子 顧妳好這就可以開始把它們縫起來 那一樣可以選擇 你自己喜歡你顏色的線 或者是你家裡面剩最多的線 好 那我們一樣 我們都有畫好草稿線了對不對 那就只要沿著這個草稿線 我們慢慢地前進 也是利用平真縫的方式 其實就像剛剛我們 兩片兩片合在一起的時候一樣 照著這個線走 那如果照這個方式呢 一直縫過去的話 我們就可以獲得一個 像這樣子的布 一整片的棉被了 所以我們可以注意到呢 它的這個 我們剛剛縫份導向 都是導同一邊的 那翻回正面來看 就像這個樣子很漂亮吧 好 那小朋友也可以開始縫囉 試試看吧 這邊要注意的重點就是 後面的那個導向要導同一邊 有一些小朋友啊 他會用衛生紙當作棉被 幫他的娃娃 那如果現在學會了 自己做這個拼布的娃娃棉被的話 他就不用再浪費衛生紙了 哇 我的一片一整片的棉被完成了 哇 好漂亮啊 再來呢 要拿出我們的床單 床單的部分 嗯 我們把它放著 好 那現在我們要來做它的枕頭 嗯 怎麼做呢 往下折 那等一下我們要縫哪裡呢 我們要縫一個L的形狀 L 這裡還有這裡 那我們要留下這邊不縫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塞棉花 對 塞棉花進去 可以先做固定 第一針 我們可以從裡面 枕頭一定要縫好 這個非常重要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不好的枕頭 歪歪枕頭會讓你摔到繞枕 繞枕很嚴重耶 一整天脖子都不能轉耶 你希望有娃娃繞枕嗎 不希望嗎 所以要把它縫好 那因為我們等一下 留一個缺口要塞棉花 所以我們每一針的間隔 都可以讓它小一點 這樣子棉花才不會跑出來 嗯 好 像這樣子利用平整縫的方式 把我們的枕頭縫一個L型之後 獲得像這樣子的一個床單 嗯 那小朋友也趕快縫出自己的枕頭吧 好 那這邊檸檬哥哥補充一下 如果小朋友不知道自己的枕頭大小 要怎麼設計的話 設定的話 其實很簡單 我們把你剛剛做好的棉被 放上去看看 對齊之後呢 我們把上面往下折 這樣子 就是我們枕頭的大小了 好 都封好 我們就來 塞棉花 好 那優格姐先示範喔 按摩一下 對 讓它鬆一點 在缺口的地方 我們把我們的棉花 塞進去 然後這個時候也可以拿出 我們的小工具 拿出筆 像這樣子 把它往裡面搓 那像這樣子呢 棉花塞好之後 我們還可以用手壓一壓 現在就要把我們最後這個缺口 也縫起來 夾好之後就可以開始縫了 壓住之後呢 利用平針縫的方式 像這樣子 縫起來 每一針的距離呢 都也可以近一點 我們的棉花 才不會跑出來 是 說到重點了 優格姐姐 對 好 多餘的線剪掉 那現在小朋友也可以趕快 把自己的枕頭給縫好 好 那在縫枕頭的線上面呢 小朋友就可以自己選擇 看你想要比較明顯一點的線 或者呢 是像檸檬哥哥這樣子 跟他的床單合在一起 看不出來了 對 枕頭完成之後 就要準備把棉被 蓋到床單上面了 完美合體 哇 快要完成了 這邊開始縫 到這邊 縫一個U 那記得記得切記 不要真的縫得太開心 連枕頭下面這一排都縫上去 嗯 這樣你的娃娃就進不去了 好了之後呢就可以 開始 那因為這個距離真的是還蠻長的 所以小朋友可以 慢慢來 慢慢地縫下去 小朋友們 你們就可以獲得一個 完成了 一個縫好的娃娃棉被 你看 呦呼 就可以放娃娃在裡面了 那小朋友開始自己縫起來吧 好 可以讓我們的娃娃 可以睡在裡面 嗯 我光想像它睡在裡面 我就覺得好幸福 一個畫面對不對 很可愛的畫面 可以把那個娃娃放進去睡覺之後 把它擺在你的床旁邊 對 一起睡 好 小朋友們的娃娃棉被都已經 做好了 好 來介紹一下小朋友們的作品好了 好 來看一下雨昕的 我這個是做夢夢到吃荷包蛋 喔 因為這邊對不對 它對有一片荷包蛋的布 那曼欣妳的呢 我的是可愛熊熊森林 這裡有很多不同顏色的樹 喔 一隻熊熊漫步在森林裡頭 好舒服的感覺喔 好漂亮的感覺喔 好 那優哥姐姐的呢 非常的簡單 就是 今天陽光好大喔 因為呢 我選擇的是黃色 你看翻到背面 也通通都是黃色的 就覺得很像太陽灑進來 很舒服 好漂亮喔 陽光很大 好亮喔 那優哥姐姐 我的跟妳的差不多的感覺 真的嗎 我的這個作品名稱叫做 真的耶 跟妳的外套一樣 很好記耶 很好記吧 嗯 那小朋友在家裡呢 也可以挑戰看看 我們今天呢 示範的是利用 四片的拼布拼出來的 那你們在家裡可以試試看 有六片拼布拼出來的棉被 或者呢 也可以挑戰一下 更多像是十二片 哇 我相信這樣子的棉被 絕對會非常好看 非常漂亮 對 所以小朋友趕快放在創意 做出一個屬於自己的 娃娃棉被吧 那我們待會兒還有更多 精彩有趣的拼布內容 不要走開 我們待會兒見囉 歡迎回來 我們趕快繼續拼布拼布 今天邀請哪位老師 來為我們示範以及教學呢 歡迎Lisa老師 大家好 我是Lisa老師 Lisa老師好 那今天要為我們示範 什麼樣子的拼布作品呢 我們今天要示範 隨意貼拼布欄 好繽紛喔 真的是隨意貼的感覺耶 真的 你看它有各種的 這種花色圖案在這個欄子上面 哇 那這麼棒的 隨意貼拼布欄 第一個步驟是什麼呢 我們要先準備羊毛沾布 然後再準備一個紙形 再準備一些家裡用不到的睡布 對 用不到的睡布 真的 各式各種顏色都有 而且我有注意到還有牛仔的耶 穿不到牛仔褲也可以拿來拼布 對 好 那要怎麼做呢 那第一步我們要先畫紙形 這一個紙形它只有一半 對 那我們就先畫一邊 之後就把它翻過去 再畫另外一邊 這樣才會對稱對不對 對 那畫完了 然後中間要記得要接好 對 不能斷掉 那畫完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貼 不用膠把它黏在上面 就真的可以開始隨意貼了嗎 對 沒有規則的貼 也是有規則的 有規則 就是我們貼的時候 要小心不要讓底下的布露出來 用我們的睡布都把它覆蓋起來 對 隨便貼 但是不要露出我們的羊毡布 對 不要露出底部 對 那如果有小朋友家裡沒有這種羊毡布的話 它可以用什麼樣的布來製作呢 也可以用布織布 布織布它也很好 做起來也會挺挺的 也會很好看 就是希望可以最底部這個 可以用材質比較硬比較挺的 才可以做這個籃子 對 因為一般的布比較軟 我們可能做完之後 會軟軟不好裝東西 中心中進去 會變袋子了 對 要置物籃 要硬硬挺挺的 是 我們這個拼布籃呢 要讓它很挺 可以裝很多很實用的東西 對 還可以這樣提著 對 好可愛喔 還可以買東西耶 對 真的隨意貼之外 同時也是密集的 不要讓下面的這個顏色露出來 對 但是老師有貼出去超過線耶 貼出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沿著剛才畫的線 把它剪掉 所以貼出去也是沒有關係的 喔 而且你看家裡面穿不到的牛仔褲 也可以把它剪下來貼上去 但是前提是要先問過 爸爸媽媽的同意 對 哪天爸爸在找不到牛仔褲 被你拿來做拼布了 也不會找不到 爸爸穿上去說 欸 怎麼破了幾個洞 欸 所以那可以剛好剪在膝蓋 對 這樣子是一個造型 那老師小時候有這樣子過嗎 沒有 不敢啦 要被你嚇爸爸媽媽 老師一直在剪布 也是隨意剪嗎 對 剪的時候也是隨意剪 然後它多塊 所以我們的布可以大快一點 對 不同圖案 不同的形狀 然後沒有規則的貼上去 你看就像老師說的 你看這邊就算抄出來 也沒有關係 到時候我們都會把它這樣採剪下來 那就是我們全部都用一樣的方式貼完之後 等它乾 那我們就把它剪下來 老師那我有問題 因為我們的布都蓋住我們 一開始的畫的線 那這樣子要怎麼剪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布翻到背面 那拿出剛才的紙形 再描一次 同樣的方式 然後就可以把它剪下來了 直接剪 就算前面已經蓋住了 也可以翻到背面 直接剪下來 對 所以我們正面跟背面 都要記得做記號 都把我們的紙形都畫上去 全部都剪下來以後呢 就會像這個樣子 哇 有樣子了 有樣子了 對啊 這樣就好了嗎老師 還沒 因為我們剛剛只是用貼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平真縫 把這個角角縫起來 要不然之後就是折起來的時候 可能會翹起來 對 那我們現在就選自己喜歡的線 對 要什麼顏色都可以 最上面的角角先縫 把拼在這個布上 最上面的 對 最上面這一塊的先縫 因為我們剛剛在拼的時候 一定是一層一層疊起來 那就把最上面的那一層布 把它縫起來 就OK了 對 那我們就用平真縫 小針小針的縫 那因為這個布它比較厚 所以建議一層一層慢慢縫 嗯 因為畢竟之後是要用很久的 然後真的可以提東西 放東西在裡面 對 所以這個布本身就要用比較厚的 而且相信會把它貼上去的 一定都是小朋友自己很喜歡的布 你一定不希望用一用之物欄 結果你最愛的那一片布掉下來的 所以要把它縫好 慢慢的利用平真縫的方式 就可以讓我們的碎布很棒的把它貼上去 不會掉了 那老師這邊建議小朋友 他如果就是要剪一些碎布貼上去的話 會希望是什麼形狀的會比較好做呢 嗯 盡量不要試圓形 或者是就是沒有角的 有弧度的盡量不要 因為那樣子就是縫的時候會很難縫 然後邊邊也很容易會虛掉 有角的碎布是最棒的選擇 對 像是正方形 長方形 三角形 嗯 老師快要把這個地方給縫完了 嗯 老師所以其他的碎布也是利用這樣子的方式 縫就可以了嗎 對 同樣的方式 只要縫最上面 就是有露出來的地方 嗯 把它縫緊 因為它已經在最上面了 你縫好下面的布其實已經牢固了 嗯 所以只要縫最上層的那塊碎布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就是其他塊也都用相同的方法縫 嗯 那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哦 那老師我有發現 除了你剛剛講的碎布要縫之外 它邊邊也有縫耶 這個邊邊都要整圈都要再縫一圈 哦 因為怕它的布濕掉 哦 比較牢固 這樣會比較牢固 嗯 那接下來我們就面對面 我覺得後面好可愛哦 對啊 怎麼有一點像巧克力的感覺 有啊 姐姐 肚子又餓了 哦 嘴殘了 那我們這個地方呢 我們要縫底下這一條 是 跟旁邊這兩條 哦 這邊不用縫 這個地方我們會先把這兩條縫好之後 這邊才會打開把它縫在一起 這樣子我們的織物盒才會立體起來 對 那這三邊我們都是用捲針縫的方式 嗯 為什麼要用捲針縫 因為這一塊是沒有縫份的 那用捲針縫你等一下打開的時候 它才會一樣大 哦 對那如果用平針縫 那它這裡就會變小 就被 就會被遮起來 很硬哦 布很硬哦 這裡因為是兩塊 可以對著剛剛我們最後縫那一圈的線 捲針縫 捲針縫的方式是什麼呢 都是從同一個地方進去的 嗯 就像都從上面 對 都是從上面進去 那這個地方記得就是要讓它拉緊一點 哦 因為這個布比較厚 如果沒有拉緊的話 打開它中間就會有洞氣 嗯 所以老師你捲針縫縫 拉出來的時候還會再拉緊一下 對 嗯 每一針都需要拉緊 間隔還是不能太大 因為它還是會看得到有洞在那邊 是啊 因為我們之後可能會放像遙控器啊 冷氣遙控器什麼都放在裡面 對耶 然後就說一提起來 哦 掉下去了 不行 對 所以要縫得密一些 嗯 嗯 慢慢縫就可以了 哇 我發現捲針縫的這個縫法很方便耶 很簡單 就是都從同一個地方出針 嗯 嗯 所以我相信小朋友如果用這個方式 也可以很快地做出一個自己的拼布欄 嗯 那老師這個捲針縫的方式還可以用在哪些地方 嗯 哪些拼布作品 哪些拼針縫通常就是沒有縫份的作品 嗯 我們都會用捲針縫 因為它這樣子才不會把布吃進去 哦 對 哦 看到老師呢現在已經慢慢地往前了 對 而且老師拉出來除了拉緊之外 它還會再順一下線 對 嗯 每一次都會重新再順一次 嗯 讓我們的線有根根分明的感覺 不會打結了 那我們這整個縫完之後就會長這個樣子 哦 哦 這三邊都縫好了 對 那這三邊都縫好了之後 我們要把它變成籃子 然後這裡 就把它打開 直角的地方拉出來嗎 對 打開之後 要先固定 對 尤其是這個地方 嗯 因為它剛有縫住所以會更厚 那固定好了之後 用相同的方式 也是用捲針縫 嗯 然後把這個地方縫起來 所以這個步驟 最重要就是要先把它立起來 開口的地方打開 固定好 用捲針縫的方式縫起來 現在進度大概是85% 哎唷 妖怪姐姐還滿會舉例的 對 像那個電腦在讀取 現在85了即將進行到86了 對 沒錯 嗯 那縫的時候也要記得 一定要拉緊 嗯 捲針縫的時候 針抽出來的時候 要再稍微拉一下 拉一拉 那優格姐姐 妳覺得現在還像巧克力嗎 我覺得現在這樣子 看捲針縫 有點像捲心酥 有有有有有像 有像 那我們兩邊 都用相同的方式 縫好之後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立體了 兩邊都用捲針縫 是 一下跟側邊 那這時候就可以把它翻到正面 要翻到正面了 哇 稍微整理一下 對 讓我們 植物欄的形狀出來 欸 這樣子就做好了 做好了 完成了 老師 我可以拿拿看嗎 哇 真的好挺喔 優格姐姐 實用性開始放東西進去 開始放 對 布膠 不用膠 進去 剪刀 進去 哇 真的很適合放遙控器 對 所以小朋友在家裡 真的可以利用 你看 碎布 或是用不到的牛仔褲 隨意貼 就可以貼出來了 沒錯 而且就像老師剛剛說的 要利用捲針縫的方式慢慢來 那雖然會比較厚 但是相信小朋友 一定可以完成的 做出一個 屬於自己的 隨意貼拼布欄 也非常謝謝老師 為我們示範 老師謝謝你 謝謝 謝謝老師 那小朋友們在家裡 也趕快動手做一個 屬於自己的 隨意貼拼布欄吧 拼布拼布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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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